哈喽 大家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超老师 欢迎来到多奥会计的线 从今天开始 我跟大家一起学习 2022年会计专业基础最高考试 我们零基础抢新学的课程 我是主讲人 宋朝如 我相信呢 屏幕面前的很多同学都不认识小超老师 所以说 在我们今天课程开始之前 我先进行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等同学们了解我之后呢 才更加放心的跟着我一起学习 我们初级会计时务的课程 首先 小超老师和大家一样 其实也是一个考生 2015年本科会计专业毕业之后呢 我考取了CPA的会计和经济法两科 很多同学很纳闷 说老师呀 你为什么只考两科 原因在于当时我毕业的时候 学长学姐跟我说 驻快考试很难 我就信了 我就考了两科不敢多报 结果第一年 两科一次性通过 出场甜头的我 第二年 研究生在读期间 我一次性报了剩下的四科 也就是损计 财管 税法和我们的战略科目 在2016年又一次性通过我们剩下四科 2017年 小超老师和大多数同学一样 我们考完专专业 考综合 所以说我报名了2017年 我们CPA考试的综合阶段考试 同时呢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在报考CPA综合阶段考试的时候 我顺便也报了国家司法考试 因为2017年有谣言说 我们国家司法考试是思考末年 2017年之后 非法本专业 我们就不能再参加相关的考试了 于是呢 我一鼓作气 同时复习我们CPA综合阶段六门课 和国家司法考试的八门课 一个考试八月底考 一个考试九月初考 我从三月份开始备考 辛辛苦苦备考了半年 真的没有出学校门 最后呢 在2017年 也就是我25岁那一年 我同时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和CPA的综合阶段考试 2018年毕业 小赵老师加入了国内某四大 同时相关的审计工作 而上半年呢 我顺便考了一下 CFA一级考试 最高分A加通过 2018年下半年 我报考了国家事务师考试 五门课 对吧 又一次进行通过 2018年年底 小赵老师从四大离职 然后呢 同时相关的教育工作 主要讲授的就是我们的 CPA会计的科目 以上呢 是小赵老师的一个考试经历 同学们通过我的经历可以发现 小赵老师是一个逢考必够的考霸 所以说 我的未来的课程 2022年在多奥的无论是初级 还是初级的课程 我都以应试为主 最简单的目的 帮助同学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高最多的分数 以通过考试为最高目标 所以说 如果说你想学知识 对吧 我建议你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其他老师的课程 课程比较多 如果说老师我就想通过考试 那你跟着小赵老师肯定没有问题 你看我这个考试经理 所有我的备考经验 以及技巧都会融入到我的课程当中 而在我们都要会计的线呢 我主讲的课程 第一个就是我们初级会计时务这门课 也就是说我现在给同学们上的课 同学跟你想知道 老师 你讲哪些初级课程呀 不要急 等一会我们小白破冰的时候 我帮同学们讲解一下 我们都要的初级课程体系 这样你就知道 小赵老师讲什么课 其他老师讲什么课 同时呢 小赵老师还在我们冬奥主讲的 注册会计时考试 会计这门课 如果你考完初级 想考注快 也可以来听小赵老师的课程 简单进行自我介绍之后呢 相信同学们已经对老师的 专业功底放心 接着呢 我想对我们本次 零基础抢先学的课程 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配套的零基础抢先学的 书籍的课程 书籍呢 我现在同学们已经收到了 而我们这个课程呢 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这节课 小白破冰课 帮助同学们梳理一些 我们初级会计考试的 一些程序型问题 还有帮助同学们 证实入门我们的会计 通过一系列的生动 有趣的小故事 让同学们了解 到底什么是会计 会计记账 到底记什么账 会计这个账怎么记 会计记的账怎么提供 帮同学们成功入门 而我们本套课程 第二个部分是 零基础抢先学班 这个班次呢 是完美配合我们的 零基础抢先学这本书的 小赵老师会主张主点 把我们这本书 所有的考点都讲一遍 而在我们课程的最后 我们进行一个结业测试 给同学们出一些题目 你来做 做完之后呢 小赵老师 我们帮你点评 以上呢 就是我们课程的三个部分 有几个小提醒的事下 我希望同学们注意 第一个呢 我们这个班型 其实适合的是 纯小白学习 如果你是一个 会计专业同学 或者说你备考21 年的书籍会计考试没有过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耐心的等待 放飞自我 好好玩一玩 我们等到年底的时候 2022年教材下发了 我们再重新开始学 我们这一个零基础前学 你可以不用听 我也不希望耽误同学们的时间 我们这个班 真的是适合那些 零基础小白 比如说你是跨专业 比如说你虽然说是精管专业 可是呢 你只学过基础会计这门课 而且大学的时候 全部是走神 像这些同学 我建议同学们 对吧 来听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第三个 是今天 是各位同学 我们学习 二年初级会计书 考试的第一天 但我不希望 是你的最后一天 经过了我们的课程安排之后呢 我们正式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小白破冰环节 小白破冰环节 小藏师安排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个是 我们初级会计考试 到底该怎么学 我会从考试 课程 资料 和方法 四个方面 逐一带同学们 击破初级会计书考试的 这一个面纱 让你知道 到底该怎么学习 然后呢 我会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小故事 帮助那些纯邻居的小白 入门我们的会计 让你知道会计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 对于大部分林基础同学来说 会计在你们的印象当中 仅仅停留在 啊 会计是算账的 对吧 一个老学究 拿了一个算码 算账 你们认为会计是这样的 其实 会计和你们想象的东西 真的完全不一样 但不用怕 我相信 我的第二个部分 会帮助你 处理正确的会计学习观 到底什么是会计 来 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初级到底该怎么学 第一个 考试介绍 我们这个考试呢 其实一共考两门课程 一门是初级会计实务 另外一门是 经济法基础 小道师目前讲的是 初级会计实务这门课 而我们林基础 抢先学的另外一门课 也就是经济法基础 属于我们的宾哥来助讲 也是我的好基友 小道师同学们 拿到我们的林基础 抢先学的经济法 科目的书籍时 也要去听一下 陪套课程 这门考试 两门课 考试有什么提醒呢 一共有四种提醒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以及不定向选择题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什么叫单选题呢 第一题 在不同会计期间 发生相同或相似的交易 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政策 体现了什么东西 ABCD 同学们需要从四个选项当中 选出一个 那多选题是什么呢 下列个项中 可以确认为会计主体的是什么 ABCD 多选题的话 至少会有两个证据答案 如果你只选一个 肯定错 判断题是什么 判断题 给你一句话 让你判断对 还是错 最后一个 不定向选择题 是指这个答案 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多个 而不定向选择题 是我们考试当中 难度最高的题型 它会给你一堆资料 一系列的资料 对吧 然后给你三到五问 很多个小问题 组成的一个综合题 这些题型 是阻碍同学们通过初级会计时务 考试最大的一个障碍 但不用怕 跟着后续的课程 我相信你也会赞赏它 这个题型呢 简单看下就好了 后面你相信我 初级考试 离不开刷题 你天天看着这些题 都会吐点 那么这个题型呢 对吧 题量在这里 单选 二十题 每题两分 多选十题 每题两分 判断十题 每题一分 不定向选择题 有三个大题 每题十分 根据我们2021年最新的公布题型 来看 我们的不定向选择题 就是给你一个背景资料 然后呢 每一个背景资料有五问 每一问呢 是两分 二乘以五 就是十分一题 而我们有三个这一种 不定向选择题 一共有三十分 同学们发现 我们这个考试 并没有主观题 全部都是客观题 即使是我们的不定向选择题 它还是选择题 你们发现 这个考试 其实难度并没有那么高 像这座关节的考试 它会有综合题 将近四五十分的综合题 让你去写 给你个 答底区 你需要往里边去 对吧 答一些文字 这个难度 其实要远高于我们选 为什么呢 一共就四个选项 你懵的话 是不是有25%的概率 所以说 我们初级会计考试 简单的 第一个层次在于 我们这个题型比较简单 并没有太多 比较难的题型 对支点的考察 也是比较基础 好的 那讲完了题型 咱们继续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这门考试呢 一共有两门课 每门课都100分 我们说要两门课都考60吗 还是说有一门课考60就好了 另外一门课 今年没过 明年继续考 根据我们的官方要求 同学们需要在同一年 同时通过我们的初级 会计实务和经济法基础 这两门课 意味着对吧 你的小小同学 2021年通过了会计实务 经济法没有过 你2022年 很抱歉 你的这个会计实务 还需要重考一遍 你必须同时及格 接下来我们考试的形式是机考 同学们需要在计算机上打题 而且这个机考是多批次的 2021年就有14个批次 什么意思啊 这个考试一考 考个一周 对吧 每天考两场每天考两场每天考两场 场与场之间的题目也是不一样的 多批次其实也加大了我们考试的一丢丢难度 为什么呢 现在考试没有死角了 对吧 每个点都有可能考到 他可能是在第一批次考 也可能是在第二批次考 这个时候同学们复习的时候 你就不能碰运气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批次 讲完了我们的相关程序内容 分别是考试科目 提醒要求和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初级考试的几个关键时点 第一个关键时点不是今天 是什么时候 是到11月份的时候 往年我们都是11 12月份 我们教材下发 考试开始报名 所以说校目同学们到了年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报名 为什么呢 因为初级快去熟这门课 我们一年只能考一次 报名也只能报一次 不像一些其他的同业类考试 什么证券基金银行呀 一年都是多批次 你今年错过了 对吧 没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 可是初级一年就一次机会 所以说想考初级同学 一定要在年底的时候 关注我们相关的一些信息 去报名 去购买教材 报名之后呢 第二个关键数点就是我们的2022年的4月份 对吧 各地开始陆续打印我们的中考证 2022年的5月份呢 同学们就正式开始上刑场了 不得上考场了 14个批次 不知道是哪一个批次 而成绩下发也非常快 因为全部都是选择题 又是机考 并不涉及到一些人工阅卷 全都是电脑阅卷 所以说一般第二个月 我们成绩就下发了 以上呢 是我们关于考试的一些关键数点 同学们 你千万不要说老师 我按照这一个关键数点来复习 我2022年的4月份 我开始复习 初级会计考试 虽然说总体难度不高 但是同学们 你们也不能说就复习一个月 除非你说老师 我是会计专业 学了四年会计 像这些同学 我认为你可以 一个月突击 我认为有可能的 那如果说你的 这个基础非常差 初级会计考试 一个月 真的是碰运气 刚才是我们的一个考试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最关心的什么 考试的内容介绍 初级会计实物 我们一共有8张内容 会计概述 资产 负债 所有的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财务报表 管理会计基础 政府会计基础 这些内容全部都是我们 大学时基础会计的内容 并不涉及到一些比较难的 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报表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租赁等等 你贴名字就要很难 但这些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来我们看一下分值的一个分布 这些分值呢 大概是 小道是根据 历年征期归纳出来的 并不是非常精准 不是说考试 对吧 第一章一定考7分 是7分左右 通过这一个分值分布 同学们你们说可以发现 我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以下的去考340分 对的 初级会计考试 其实从考试角度 对吧 它是有迹可循的 命题风格 非常非常明显 比如说第一个 考察非常非常基础 原文重现 举个小例子 假设小道是个坏男人 括号我是好男人 对吧 我有老婆 但是呢 我在外边还有一个好基友 是宾哥 对吧 我们讲经济法的宾哥 然后呢 我们教堂上写了一句话 小三老师是个坏男人 考试非常非常简单 真的是有远远重现 小三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A 好男人 B 坏男人 C C 对吧 不好不坏 D 不是人 同学们选什么 对吧 选我是一个坏男人 为什么 因为教材 他写的我就是坏男人 然后呢 给出一些例子 来论证 考试非常非常基础 真的没有什么弯弯绕绕 连坑都没有 你只要知道我是坏男人就好了 所以说初级会计考试 哪怕你记结论 通过考试都不难 这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初级会计考试 他考得非常非常非常细 这一本书 每个地方他都可能命题 对吧 甚至说 出的细节点都令人发指 比如说小三老师是个坏男人 在2021年的1月1号 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我背着老婆去和兵哥 去网吧开黑了 打游戏了 然后考试 他怎么考 他就问 2021年1月1号 晚上9点到10点 小三老师背着老婆去干什么了 对吧 A和兵哥 去网吧开黑打游戏 B 对吧 小三老师去上课去了 C 小三老师在公司备课 D 小三老师出去打零工去了 选什么 选A呀 小三老师去网吧开黑 你没发现 考得非常非常非常细 对吧 具体到年月日的一个具体时间 问小三老师干什么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第二个命题风格 细节细节细节 所以说初级会计考试 千万不能呼伦吞倒的复习 可见资产这一张是多么多么重要 八张 我们资产就占了30分 你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再想象一下 那后续在听我们基础版的时候 我就问你 哪一张你要重点听 肯定是资产章节啊 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该怎么办 我们后两张题不听 对吧 到时候直接听冲刺版 基础版 我们只要把123456把它干掉 这是我们顺着命题风格去复习的一种方法 重点突出资产为王 这是我们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 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综合性非常高 我说过不定向选择题 其实就给你一个大的背景 它有很多个事项 全是文字 然后呢 问123455 而这1234这些事项 对吧 它可能是来自同一个章节 不同的考点 甚至说是一些跨章节的一些考点 比如收入和资产一块考呀 负债和费用一块考呀 等等 综合性非常非常的高 但这种题型 好处在于什么呢 我们每一题之间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它仅仅是一个纸老虎 我们看起来绕题非常综合 但其实每个点之间 对吧 没有直接联系 不会说你第一问做错了 第二问对吧 也做错 相反我们第一问做错了 不影响第二问的答题 这也是初级会计考试 命题人的一些慈悲 就担心同学们 对吧 第一题都错了 会不会全错完 这个考试不就完蛋了吗 以上呢 就是小大师帮同学们 分析的我们初级会计考试的 四个命题风格 最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强调 你们赶快说起来都过听 什么事情 刚才我举例子 说我是个坏男人 同学们 仅仅是为了课堂效果 我是一个好男人 好吧 记住这一点就好了 接着 接着呢 小大师帮同学们梳理一下 你们最关心 也是我发现同学们 对吧 都没有搞懂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课程介绍 我相信听我这个课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购买了我们 2022年的轻松过关一的同学 也就是我们轻衣书课包 恒同学对吧 就是付款一时爽 听课火葬场 为什么呢 你发现你花了一百多块钱 多尔给你寄了好多的书 好多的课 你压根 不知道怎么学 所以说 在我们临基础前学的课程中 我想帮同学们梳理出 我们2022年 这一个 A班 轻衣书课包 到底给同学们哪些东西 梳理完之后 你发现 都真的太良心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不要去看什么招生方案 什么网页上 那些东西太花了 搞不懂 我直接帮你直接痛点 同学们购买我们的轻衣书课包 我们一共会给你发七本书 首先 两本 零基础前学 一颗 各一本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轻松过关一 大概是官方教材出来之后 我们会给同学们邮寄 而轻松过关一呢 我们应该是一颗两本 暂定 可能变成一颗三本 我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先按照2021年的规格来 就是一颗会给你寄两本轻衣 刷下册 这样的话 我们两颗 是不是就四本呀 接着呢 也会给同学们寄一本 背诵手册 是同学们考前记忆的神书 而这本书呢 是两颗二合一 因为每一颗都是精华内容 内容不是很多 两颗加在一起 应该一两百页 一本书 所以说你花了一百多块钱 一共获得了七本书 目前我先同学们 已经收到第一本 零基础前学 而剩下的五本 我们会在官方教材下发之后 陆续给同学们邮寄 不要邮费 免费的 同时呢 我们这三个系列的书 零基础前学 轻松过关一 和十字天冲冠手册 冲刺手册 都有配套课程 而且基本上是录播课程 也是免费的 同学们只需要下载APP 在APP里 激活我们图书的封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听课了 与此同时 东奥还给同学们送了一个福利 是一个全年的VIP直播年卡 也就是同学们除了可以获得这三套书和三套课以外 还可以获得一套全程直播课程 这些是录播 为了方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课程体系 小道士帮同学们总结了一个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个来看 我们现在上的就是零基础 抢先学课程 这个课程体系 我刚刚介绍过了 对吧 三个部分 小白破冰 抢学课程 预习卷讲评 而课程的形式是录播 而这个班次我说过了 它就是适合那些纯小白同学来听的 如果你有基础 我个人建议这一个班次挑过 这本书简单翻翻就好了 接着呢 就是我们轻衣的配套课程 轻衣配套课程也是录播课为主 比如说新教材基础班 习题经讲班都是录播 但是呢 轻衣课程最后有一个考前五天提醒班是直播 与此同时 我们轻衣的课程 并不是说只有一位老师讲解 比如说轻衣是我们黄老师和肖老师写的 而我们配套的录播课程 除了黄老师肖老师以外 东奥还给同学们配置了一些其他的大咖老师 讲一些我们的新教材基础班和习题班 当然也是录播为主 接着我们第三套书 就是14天冲刺首次配套的我们的课程 也就是我们的话重点串奖班以及模考班形式也是录播 这些课应该是考前更新 最后呢 那我们送的这个VIP年卡里面有什么课呢 我们有入门班 补基础专题班 大纲基础班 习题真题小话班等等 目前呢这个班型还没有公布出来 小道师这里列决的几个直播年卡中的课程是都已经公布的 是6月20号官网上的最新信息 后续我们这个直播年卡的课程会更新 而这个直播课程 有几点需要强调 首先这个直播课程是三轮直播 什么叫三轮直播 就是小道师也会去讲我们的直播课程 我是第一套 我大概已经开班了 我的这一个2022年的全程直播课 预习班已经开课了 然后后面有补基础专题班 有基础班 小道师比如说 我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11月份更新我的基础班直播课 可是呢有个同学 他是12月份才开始学习初级的 但是呢想听直播课 而小道师的直播课已经变成了录播 对吧 已经变成回放了 直播课过去了 那不用怕 我们多好12月份还在开语论 我们的直播课 然后后面再开语论 所以说无论你是什么时候 想学我们的直播课 都会有最新的课程 保证同学们不听就课 良不良心 请把良心打在公屏上 而直播课呢 其实适合那些定律性比较差的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上录播课 对吧 老师和同学之间没有互动 你们听个的说 我都知道 我都了解你们 你们都是这样的 对吧 一边听课 一边听着听的 玩玩手机 听着听的 刷上微博 听着听着休息啊 打个盹 这就听录播课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直播课 老师会和同学们形成一个互动 而且双课十点 对吧 是固定的 会给同学们一个 push的作用 让你的做性稍微小一点 所以说我建议 如果说你的做性很大 字率很差 我建议同学们 就跟着我们 DAL的直播课程来学 如果你字率比较高 你可以听我们的录播课程 DAL真的是 YYDS呀 100多块钱 送了你三套书 三套录播课 还有一套直播课 关于直播课 还给你上三轮 那小赛老师 到底讲哪些课呢 最后我帮大家强调一遍 而小赛老师在2022年 初级会计时务的课程 第一个 零基础前线学 配套录播课是我上 一共20多个小时 我们会陆续更新 第二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全您直播课程 小赛老师会上 第一轮的实物直播课 里面有入门班 补基础专题班 新大纲基础班 等等的班型 入门班现在已经上完了 补基础专题班 应该是八九月份 新大纲基础班 应该是新教材下发之后 然后呢 西题班 真题班 强化班 都是陆续的课程 如果你比较喜欢小赛老师 可以跟着我的直播课 如果你喜欢录播课的话 你可以选择我们 轻衣书课包 配套的一个课程 好吧 这小赛老师 帮同学们总结 因为太多同学来问我了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都要太良心了 给同学们太多的一个东西 而这里 我帮同学们已经归纳总结 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性 听我们的课程 比如说 领基础想先学 你是有基础 就可以不用听 哎 你字里比较差 你听直播 考前冲刺 对吧 你想冲起来 想硬试 想得分怎么办 提我们这个十四天 冲刺课程 到的我们轻易数个包 有同学们通过初级会计考试 所需要的所有课程 你认真真跟着老师听课 通过考试 肯定没有问题 不仅如此 你真的以为 对吧 一百多块钱 只有三套书 三套课 以及全年的三轮直播吗 还有别的福利 比如说有题库 每日一练 随堂练习 章节练习 我们习题 再刷题库 主张 真题题库 不定样强化题库 这个题库总办 你们激活我们封面上的二维码之后 可以在APP里 学习中心 点题库 来学习就好了 还有些综织服务 比如说答疑 学习 对吧 这个支点不会 听课没有听读总办 对吧 你点击我们听课旁边有答疑 目前答疑在APP上 就手机上 目前是无法答疑的 你可以在我们的PC端 去进行答疑 对吧 有问题 急速解决 也顺免费的 每课50次 不要钱 还有些直播的一些免费课程 还有什么社群的读学服务 还送同学们一个 2022年全真模拟的机卡系统 还有什么呢 送同学们21年 我们的基础吧 系统吧 送一个AI智能学习系统 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学 你点击AI智能学习系统 对吧 这个AI智能学习系统会根据你输入的一些信息 帮助你规划出 2022年通过初级考试的学习之旅 对吧 每天你该听什么课 什么时候复习 你跟着我们这个系统来就好了 也是免费的 还有知识卡片啊 还有一些PDF的资料 同学们可以在我们学员中心的资料下载证区 今天下载都是免费的 太良心了 这是我帮同学们梳理的全部内容了 讲完了我们的课程介绍 接着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资料介绍 还有很多同学想问小大师 老师呀 我到底该用哪些资料呢 这里呢小大师帮同学们列迹出了 我们想通过考试需要的一些资料 当然这些资料并不是说你全部都需要 我们因人而异 我逐一讲解一下 第一个官方教材 我这里建议 如果你是同事财快相关实务工作的同学 你可以去买一本官方教材 它不仅对你的考试和我们的工作都有帮助 那如果说你就是想通过考试 你也不从事我们的会计工作 我建议这个钱就可以省掉了 对吧也挺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购买了我们的清衣书口包 我们送你清衣 对吧 两颗四本书 叫做应试辅导资料 应试辅导资料当中 这几乎囊括了我们初级会计考试所有的考点 我用几乎99%左右 而且呢 还有我们各种经典的立题 真题 学习方法 总结全在应试辅导资料当中 所以说我们2022年 备考初级会计书 最主要的一本资料是什么 同学们就是清衣 一本清衣可以从我们 11月份一直学到明年5月份 那除了清衣以外 说老师不想刷题 5月份买本西题册呢 首先我讲一下 清衣里是有题目的 我们清衣每一章都会有同步练习题 题目其实有很多很多 我个人认为这些题目对于你通过初级会计考试已经够了 如果说你没有特殊的刷题需求 你只需要刷我们应试辅导资料 轻易的题目就好了 而西天测都要有卖的 估计是京东过过二 专门是题目 同学们可以选购 如果你就喜欢刷题 比如说你是一个2022年二战的考生 对吧 去年没有过 其实你可以通过刷题 清衣的资料简单看上就好了 对吧 只要通过刷题 可以买一本清衣 所以说清衣也是选购的 真题测 初级会计考试有个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每年的真题重复率非常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14个批词 命题的人没有那么多精力 每年出新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真题显得非常非常重要 而真题算上 东奥有卖的 轻松过关三 我们一般是过去三年十套的精选真题 同学们可以刷一下 但这本书我也建议是选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轻松过关一礼 在每一个支点底下 老师都把历年和这一个支点相关的 最精华的真题预义 其实轻易里也是有部分 最精华的真题的 而且这个真题 对吧 你送你这个题库里其实都有 所以说这个真题测要不要买 也是因人而异 但是呢 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看到我说的这些话 可能就被东奥同事给剪掉了 因为我在这里 对吧 说亲二亲三都选购 那如果说你看到了 对吧 代表东奥还是挺良心的 同时呢 我也希望你不要花冤枉钱 亲二亲三真的是选购 但是呢亲二亲三 如果你买了去做了 绝对可以提高你的考试通过率 而且是高分959697的那一种 好吧 接着呢 最后一个就是冲刺手册 为什么需要这本冲刺记忆手册呢 因为轻易真的很厚 它囊括了99%的考点 几乎考试的内容全在上面了 对吧 两本书那么厚 你想象一下 那四本书诺厚厚了 等到考试 对吧 五月份了 四月份了 你有时间把它全部备完吗 其实没有时间 而我们的冲刺记忆手册 就是把轻易最精华的内容 与总结 考试的坑 帮你总结出来 对吧 技巧帮你梳理出来 一拖一拖 帮你对比出来 教我们 对吧 八九百页的轻易 帮你浓缩成一两百页 方便同学们考前提分 考前记忆 这本书也是同学们备考过程中 必须的 最后一个 魔考卷 为什么需要魔考卷呢 很多同学 都是零散的刷题 刷考点 对吧 以考点为中心的一个题目 从来没有刷过一整套题目 就刷选择题 多学 判断和不定义选择题 和真题的一个 提前提前一样 就去考察 你发现去考察 你做题的时候非常陌生 因为你第一次刷这种题目 也没有 也没有提前实战 演练一下 所以说魔考卷 在同学们考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魔考卷呢 东方也有卖的 轻松过关四 最后六套题 口碑制作 全是好题 那又不要买呢 小刀老师 这里还是选购 希望不要被剪掉 为什么呢 因为轻松过关一礼 对吧 按照2021年 我们轻松过关一礼 其实送同学们几套魔考卷呢 他说不多 一两套 但我个人认为 对于初级考试够了 那轻四 要不要买 还是取决于同学们的 自己的需求 你想多说一题 就买个轻四 但我可以给同学们保证的是 重要的 无论是轻一 轻二 轻三 轻四 每一本书都是用心编的 你看的是一本书 但其实背后是上千人的一个努力 因为我是刀子权利员工 对吧 我参与到公司的一些管理工作当中 上千名教育同事 在出师的时候 加班加点 帮同学们三选三角校对 对吧 那专业知识的一个严谨度 甚至说一个着迷的一个程度 这本书 真的值得同学们拥有 特别的轻易 而二三四 可以满足同学们 其他不同的碎片化需求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购就好了 你身上是小大师 帮同学们分析的备考资料总结 那需要什么呢 同学们 轻一必须要 从我们十一月份开始选 一直学到我们的五月份 但是呢 后期重心要转一下 转什么呢 转到我们的冲刺手术当中 我们要干什么 要考前提分 而题目的话 轻一有题目 轻一的题目已经很多了 你优先把它做完 做完之后发现自己还有时间 怎么办 买七二七三七四 继续去做题 当然呢 小大师刚才说的 七一七二七三七四 都是以我们 2021年图书系列为主 在2021年会不会变更呢 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变更了 小大师会第一时间 告知同学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料总结 最后 也就是我们小白破冰 第一个环节的最后内容 方法介绍 对于初级会计实物考试 小大师给同学们四个方法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第一个 干掉拖延 我认为 初级会计考试 真的真的不难 大概难度呢 就和四级差不多吧 英语四级差不多 那很多同学 为什么还通过不了 初级会计实物考试呢 更多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 你总是感觉这个考试简单 而不是刚需 报道明之后也不复习 拖拖拖 一直拖到考试 考前一两周才复习 对吧 眉毛胡子一把抓 临阵磨枪 发现这个枪光不了 所以说 想要通过初级会计实物考试 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屏幕面前的你自己 你找个镜子 看一看 对吧 最可有祸手 就是你自己 好吧 我希望同学们 在初级会计实物的路上 把我们的拖延证给改了吧 因为我也是学生过来的 我当年也有拖延证 遇到什么事情 都说过几天再说吧 现在太忙了 初级会计考试 比较简单 先不学 小大师当年备考 会计同业资格考试的时候 就快从 现在取消了 我也是拖拖拖拖拖拖 一直都到考前大概两三周 最后再复习 当然我过了 至于我是会计专业嘛 我也学了好多年了 所以过了嘛 但我不希望你 像我一样 因为过的话 是冒着风险过的 运气不好 不就不过了吗 但我也有些提高下的天赋 这第一个 干掉拖拖拖 第二个 要及时复习 从我们新教材下发之后 大概十一十二月份 到明年考试之间 有四五个月 很多同学在虚空中 就和追电视剧一样 怎么追 一直看新课 看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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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一样 看新的一集 看新的一集 新的一集 但是呢 你就是不复习 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等你学完我们的 十五这门课一轮之后 八章学完了 眼睛一睁一闭 你发现 全部忘光了 什么都记不住 所以说 第二个方法 就是及时复习 我希望同学们 在2022年初级会计考试的时候 我们最起码 以章为点 来进行复习 每学完一章 停下来 去复习一下 再去学新的一章 每学完一章 停下来 复习一下 再去学新的一章 千万不要说一直往前冲 对吧 你冲得非常快 一个月 把基础盘听完了 就发现 一个月 接受之后 全部忘光了 不信 我就问你 上周三中午 你吃的什么 你是不是发现 你连你吃什么 你都记不住了 那何况你上周 学的知识呢 好吧 这第二个 及时复习 第三点 步步为营 千万千万不要说没有计划 就去考试 对吧 一直一直给自己找理由 以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作为理由 推迟你学习的一个步伐 也不多任何计划 对吧 今天看一点 明天看一点 三天大雨 两天晒网 像这种同学 肯定通过不了初级会计时务 随时给他们建议是步步为营 我们先 对吧 知识计划计划 我决定了 我就跟做我的录播课 我跟 哪个老师的录播课 对吧 我听什么课 听新教材的一个基础班 听系统班 听诚者班 或者说 我选择跟小小小的直播课 我就一直跟着 做我的计划 每一阶段学完中间 及时复习 及时做题 这样的话 别说初级了 住快 你也能通过 最后一个 必须刷题 很多同学 一眼高手低 就一直看 一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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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做题 不做 但是你会发现 到考上的时候 很多很多题目 都是一些 整题的原题 甚至说变形 对于初级考试来说 如果你光学习 光听课 光看书 光复习 不做题 那就是耍流氓 考试很难通过 做题 在初级考试的作用 非常非常大 甚至说 我们可以 以题海战术 为中心 进行备考 什么意思啊 我是一个 会计专业同学 我就不停课 因为我这些学过了 我学了四年会计 对不对 我高材都学了 我就只做初级题目 买一本清二 买一本清三 一边做分章节的好题 一边做令年正题 对吧 考试听得出字吧 也可以通过 也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听基础吧 所以说题目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光要做 轻易的题目 做完之后 可以做 轻二 轻三 轻四 去多刷题 多着感觉 做题的性价比 非常非常高 我不希望 听我课同学 成为眼高手低的同学 只听课 不做题 对吧 最后还是通过不了 以上呢 设计到 是给同学们的 一些学习方法 简单看一下 对吧 好好思考一下 你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 更多的 更多的 阻碍同学们 通过考试的因素 就是你自己